眼看大量土石树木从山坡上砸下来吞噬眼前的道路 距离不到两公尺的民众吓得不断大叫 恐怖的山崩发生在陕西流霸境内的国道 因为受到暴雨影响山区土石松动 无预警大面积崩塌 虽然道路封闭抢修 但幸运的事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无情的暴雨连续好几天轰炸陕西 雨停了水还是退不了 从空白画面看多处市区街道民宅都还泡在水里 根据陆媒报道 这是当地近60年来遇到的最强降雨 据陕西省应急管理厅的消息 入讯以来降雨和洪涝灾害 已至陕西省104个县区 813.54万人次受灾 同样饱受极端天气之苦的还有山西 平遥古城被大雨冲刷到表面脱落 当地文物局赶紧先用防水布盖上 避免古城整个坍塌 截至13号官方通报 山西这次洪灾已经导致15人死亡 3人失踪 直接经济损失50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215亿 有175万人受灾 水患都还没结束 让民众和官方更头痛的是 气象预报今年冬天 当地将会迎来极端寒冷天气 这几天气温就会下探零度 救灾和民生都将面临严峻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